最近台湾人被诱骗到柬埔寨从事诈骗事件越演越烈 有不少人受害 一名台湾女子被骗到缅甸KK园区从事诈骗工作 原先跟人蛇集团谈好赎金之后要从曼谷返台 但是因为人蛇集团态度反复让女子心生恐惧 女子就躲在机场的厕所6个小时 后来是在助态代表处协助之下安全返台 另外有一名台湾男子因为不愿意做诈骗的工作 在被转卖的过程当中联系上了助态代表处顺利脱困 助态代表处也表示光是这两个礼拜 就成功营救了将近20名台湾人 逃出人蛇集团的魔爪似乎还是余计有存 这名22岁的台湾女子被朋友骗到缅甸KK园区从事诈骗工作 原先跟人蛇集团谈好赎金之后要从曼谷返台 但因为人蛇集团态度反复 150万台币的赎金突然提高到250万 女子心生恐惧只好躲在机场厕所六个小时 向父亲求助 最后在助态代表处协助之下安全返台 还有一名30岁台湾男子在泰国不愿意做诈骗工作 后来被人蛇集团留在泰北侵来从事色情行业 男子18号在抵达曼谷机场的时候逃走 联系上助态代表处顺利返台 另外对于柬埔寨说逮捕台湾籍人口犯运犯 外交部强调会力争遣遣送回台受审 外交部已责成祝福自民事办事处 持续强化与柬埔寨警政及司法机关的联系 一旦有我国人遭柬埔寨当局逮捕 务必设法向柬埔寨政府争取 依据国籍遣返原则 将我国籍犯嫌遣送回台受审 助态代表处4月至今受理相关案件近90人 光是8月就受理的近60人 这两周也成功 营救了近20名的台湾人 而内政部也说受困在柬埔寨的国人 约370人左右都会尽全力营救 海外求职诈骗猖獗 外交部也谴责诈骗集团 而不少国人到柬埔寨打工 却惨遭诈骗集团囚禁 现在国内纷纷展开救援工作 我记者继续报道 另外在国内求职 竟然变成了被囚禁 新北市名男子经同学介绍 有高薪博弈工作 不宜有他前往面试 结果对方不但把他的存折 跟手机没收 还将他囚禁在日租套房 当他察觉有意想离开的时候 嫌犯还持折叠刀威胁 今天凌晨12点多 这名男子趁嫌犯睡着的时候 偷拿手机报警 警方即刻救援 到场制服了嫌犯 顺利将男子救出 看到警方前来 男子赶快求救 因为他日前求职 捕神落入陷阱 被人囚禁 把人囚禁的嫌犯 一度还想离开 被警方逮得正早 只好束手就擒 带上交流 不发一语被压上车 原来一名23岁江西男子 经同学介绍 有高薪博弈工作 还包吃包住 不宜有他就去面试 没想到面试后 19号对方要求他办理网路转账手续 还将他的存折手机收走 随后将他载到一处日租套房内囚禁 当江南察觉有意 想要离开的时候 遭嫌犯拿折叠道威胁 21号凌晨 江南趁嫌犯睡着的时候 偷偷拿回手机报案 才因此获救 前往应征的时候 遭到犯嫌限制自由在屋内 被害人求援后 得到警方的协助救出 全案将依妨碍自由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所信江西男子激警 加上警方即刻救援 才没有让汉事发生 但近期人口犯运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加上暑假期间 打工陷阱多 民众求职时 一定要谨慎小心 避免落入诈骗集团圈道 接着陈维纯新北报道 新北逊英哥去一间素食店 员工在店内开趴烤肉 结果有人喝太多了 当场醉到现场一片凌乱 明周目击看到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 下了立刻报警 不过当时还是素食店的营业时间 有外送员就抱怨 害他耽误取餐 把素食店当夜店 员工聚在一起开趴 狂欢喝酒实在太离谱 医护人员获报 有两人突然倒在大厅 不说还以为 是不是发生了命案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醉倒了 躺在地上糊糊大睡 你因为这个比较严重一点 这两个的资料有吗 就他们两个喝醉这样 对对对 选在店里头开趴聚会 这回真的喝太多了 才叫救护车 不过刚好有外送员 当时要来取餐 看到这个场景 简直傻眼 还被回说 要他再等20分钟 事发在20号晚上将近10点 新北市英哥一间素食店 当时是正常营业时间 不过怎么大家好像全喝开了 地板上一片狼藉 放眼望去全是垃圾 警方一查发现原来当天 他们在里头烤肉开趴 最后有人喝太多 醉倒在地上 幸好没有大碍 连锁素食店虽然还没有回应 但在营业时段 员工还翻搞乌龙 形象恐怕已经受到影响 记者三文权林明昭新北市参谋导 云林一名男子带着爱犬外出 不满狗狗被接鞭卖菜的妇人 挥刀驱赶 男子当场暴走 骑车坐势要冲撞 还大声的标骂 卖菜的妇人解释 因为那只狗去舔路人的脚 他只是帮忙驱赶 而男子威吓夸张的行径 也都被路人拍了下来 男子骑车暴冲 坐势冲撞 卖菜阿婆 男子暴怒对着阿婆 不要骂三字经 会这么生气 只因为不满阿婆 回刀驱赶脚踏板上的毛小孩 阿婆年纪大来不及反应 只能坐在地上任由她威吓 事发店就在云林斗南邮局前 影片上传脸书万有看不下去痛批 有需要这样欺负老人家吗 阿婆说当时男子养的黑狗四处闻路人 路人会怕好心帮忙赶狗 四处却认为在欺负她 竟然骑着机车做事冲撞 还骂她脏话 事件在网路发酵 甚至还有网友发起肉搜行动 要替阿婆讨公道 云林警方迅误介入侦办 要平息众怒 也要男子负起相关刑责 接下来关门 云林冲倒 武刀 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